根据拉瑟福提出的原子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在原子核外运动 并占据原子的大部分空间 从原子中电子的排列 可以推测元素的化学性质 并且按照排列的规律性进行分类 这就是元素周期表的由来 元素周期表不只反映了化学元素的自然规律 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重要工具 甚至有一些重大的发明 都是依靠周期表而诞生的哦 比如说汽油中的抗震剂 可以在汽车发动时减少暴震 能够更有效率地运用汽油 抗震剂的发明者米基利 就是透过周期表来推测 可能有止症效果的化学元素哦 听完这些后 是不是很想了解周期表呢 别急 我们要先从原子当中的电子排列开始说起 这些电子是如何分布的呢 电子的分布有一定的模式 假如我们把原子剖开 可以发现电子由内向外分布成数个壳层 依序为第1、2、3、4壳层 分别称为K、L、M、N壳层 第一壳层表示电子距离原子核最近 能量最低 越外面的壳层 电子距离原子核越远 能量也越高 这些壳层都具有特定的能量 彼此之间不连续 就像阶梯一样 因此称为能阶 每一个壳层能填入的电子数量并不相同 举例来说 K、L、M、N层 分别可容纳2、8、18和32个电子 电子必须由低到高依序填入各个能阶 等较低的壳层填满后 才能继续填入下一个壳层 例如 硫原子有16个电子 因此填入第1、2、3壳层的电子数 依序为2、8、6 在原子的电子排列中 我们将最外面的壳层称为架壳层 架壳层中的电子则称为架电子 架电子与元素周期表有什么关系呢? 在现今周期表中的中行称为足 在1A足到8A足的元素中 原子的架电子数与其足数相同 1A足原子具有一个架电子 2A足原子则具有两个 以此类推 这显示出各元素原子的电子排列 有规则性存在 可以进而决定它们的性质与规律 在谈元素性质的规律性之前 就得先从元素这个概念的发展说起 早在远古时代 中国的文人提出金、木、水、火、土 五行元素说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则提出水、火、地、气四元素论 推测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这四种元素 按照不同的比例所组成 这些以思考为主的概念 虽然没有实验结果可以佐证 但却使得元素这个概念开始出现 一直到了18世纪 实验的观察与验证 成为科学发展的主流 法国化学家拉瓦杰 进行将水蒸汽分解为氢和氧的实验 对实验中产生的氢、氧进行命名 并提出了对于元素的定义 在西元1829年 德国化学家德贝莱纳 根据元素的原子量与化学性质间的关系 来进行研究 发现在当时移植的54种元素中 有几个性质相似的元素组 每一组有三个元素 称为三元素组 例如 锂、钠、钾 每一组中间元素的原子量 为另外两种的平均值 德贝莱纳开启了寻找元素兼规律性的先河 到了西元1869年 俄罗斯化学家门德列夫 将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 并将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分类为同一组 发现元素间的性质有周期性的变化 于是提出著名的元素周期率 在西元1913年 英国的物理学家莫斯利 运用不同的元素 作为产生X射线的靶子 发现X射线的频率 与原子核的电荷数相关 这个实验显示周期表元素的排列顺序 是依照原子核电荷数 也就是原子序 并非以原子量排列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期表 是以原子序来排列的 在现今使用的周期表中 横排称为列或周期 共有7个周期 中行称为行或足 共有18足 在以往的习惯中 会将足分为A、B两种 从左到右 分别是1A、2A、3B到8B、1B、2B、3A到8A等足 这种方式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但最近国际纯化学 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英文简称为IUPAC 建议舍去就有A、B的用法 将各足从左到右 定为1到18足 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原子中的电子 会分布成数个壳层 越外层能量越高 最外面的壳层称为架壳层 里面的电子称为架电子 元素的架电子数 与足数相同 由此可以发现电子排列的规律性 拉瓦杰提出对于元素的定义 德贝莱纳开始寻找元素间的规律性 门德列夫将元素依照原子量排列而提出元素周期率 莫斯利经过实验后证实 元素的周期性排列是由原子序的大小决定 现代周期表即是由元素原子序的大小排序 横排称为列或周期 中行称为行或族 从左到右为1到18族 我们在今天的影片中提到在周期表里 相同性质的元素在周期表中会被归类为同一族 那么这些不同族的元素会有怎么样的化学性质差异呢? 它们之间又有怎么样的分类方式呢? 我们将会在下一部影片中说明元素的性质与分类哦 接下来是想一想时间 我们在影片中提到抗震剂的发明 是归功于元素周期表的运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你一定知道的发明 也跟周期表的运用有关 提示一下 这个发明在后来造成了臭氧层的波动哦 你觉得是哪个发明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